當《神隱少女》在2001年於日本大賣300億日元時 海外發行商迪士尼的CEO Michael Eisner 卻曾經表示自己無法理解原因 甚至說出了 我不懂這部片為什麼會賣得這麼好的評論 善於推廣動畫的迪士尼行銷部 更曾經質疑這部片善惡不明,難以定位 於是最後他們只用了小規模資源來發行 即使在得到奧斯卡之後再次重新上映 但最終美國票房還是不到日本的5% 因為片中有非常多延伸自日本傳統或傳說裡的習俗與文化 例如形形澀澀的神明靈體 以及讓外人摸不著頭緒的儀式和設定 而我們覺得 這些或許就是讓大部分海外觀眾感到困惑的主因 也因此在今天的節目裡 我們會援引幾本著作 為大家來深度解析《神隱少女》裡的4個宗教意涵 包括 神道教的異界觀 神隱其來有字 對誤會的恐懼 以及弱弱的小神明 神經病